千言,刀切码头之茫茫,大小四楼来了,做法简单,所有材料都是纯天然的,完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吃。 我是可爱的曾哥县,这次我用到了黑芝麻粉,味道很香哦,下面有请茫茫上小四楼码头,配方材料,中筋面粉,100克,牛奶,56克,细白砂糖,10克,玉米油,3克,酵母,1克,芝麻粉, 少量这个添加量随意,若少量添加了一些,让颜色看起来比较清新,黑可可粉,少量,红曲粉,少量,将材料称量好,然后在牛奶中加入细白砂糖,酵母和玉米油搅拌均匀,然后放入面粉,和匀揉成团柔光滑,分出一点加少量红曲粉揉成粉色,分一点加入黑可可粉揉成生卡色, 分一点出来白色面团留用,剩余加入芝麻粉揉成浅灰色,因黑芝麻粉是带有小颗粒的,所以出来的面团会有黑点,将加入黑芝麻粉的面团拌薄,最好干成长方形,然后卷成圈,用锋利的刀切成一块一块,两头不均匀的切下来留用,注意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短,否则做出来会影响到造型效果, 将白色面团打薄,用切圆工具切出圆形,再用先行工具切住上位的缺口,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可以用剪刀或者刀切出形状,将切好的白色面,贴在刚才切好的,添加了芝麻粉,的面团,上做小刺微的脸,然后取一点粉色的面团,搓成圆锥形, 粘好做鼻子,取一点点咖啡面团,搓圆,分别贴在粉色的肩部做鼻头和上面做眼睛,先用牙签,不肩的部分在鼻子那里压个洞,作为小刺微的嘴巴,然后再取粉色面团,分别搓圆后轻微压扁,做手和脚,然后用剪刀剪出刺微的刺,剪刺不难的,用剪刀剪按顺序剪出即可,侧眼我也剪了,这样盘起来, 更形象,然后再取一点点粉色面团,做出来小刺微的耳朵,这样一只小刺微就做好了,是不是很可爱很形象呢? 全部做好后,放入蒸锅,发酵到1.5倍大小,冷水上锅,大火,水开蒸10分钟,关火,再焖5分钟,这时候再就该过,取出,晾凉,小刺微码头就做好了,是不是很可爱? 如果喜欢就请,加个关注,这样我会知道大家是很喜欢的,这是我持续发帖的最大动力哦,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给我,我都会尽力解答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